焦点拉回国内 在高雄市有家当铺呢 取名叫梦时代 没错就跟那家知名的购物中心一模一样 那么业者认为呢 这样会引发混淆 祭出了存证信函要求改名 而这样的状况呢 不止一起 还有另外一家当铺叫香奈尔 也被这家国际知名的品牌控告侵权 跨年烟火炫目灿烂 这间大型购物中心开幕五年多 是高雄的观光指标 现在还有当铺业者 也取相同的名称 就是这间当铺 不论是店外的大型招牌 或是店内的装潢布条 都写着梦时代当铺五个大字 由于名称与购物中心一模一样 购物中心业者上个月底 以侵害商标权为由 发存证信函要求当铺改名 没有想说是因为要搭他们的名气 因为会去逛百货公司 跟来当铺要点当东西 应该是差很多吧 我们的商标登记是全类别的 因为在购物中心来讲 其实涵盖的业务范围是非常广的 购物中心业者出示商标注册资料 强调他们才是正宗的梦时代 在96年注册而且还是全类别 范围中就包含典当 如果说他不接受我们的提醒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会走诉讼的程序 由于更换招牌不便宜 当铺业者暂时不打算改名 购物中心也将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类似的情况其实在之前就发生过 购物市另一家当铺因为取名香奈儿 被知名国际品牌控告侵害上标权 当铺业者取名喜欢用高知名度的名称吸引人气 但小心吃上官司 捐选林建勇月方高雄报道